欸欸欸 先生 你幹什麼開的啦 我的媽 差一點要被撞死啦 給我乳清喔 剛剛要不是我閃的快 我齁 就被抓旁邊去了啦 我覺得啦 應該是這個車 的大台 你開這個大車 你要稍微 就是住一下旁邊 對 因為我們那個小車 你可以看不到 所以現在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對不對 不要一直這樣子 過來 是有點... 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車子 因為這樣大台 這樣漂亮 我這個肌肉男 你也知道嘛 看到那種體 就受不了 我就想貼近一下 所以就比較危險一點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大哥 啊 還是你有缺保鏢 來 大家好 我是超級熱狗王 今天我們拍迷你呢 我們今天要來做帥的事 我們今天就要來拍 完命熱狗 今天我們家的車很舊了 30年有了 跟我一樣老 還是比我還老 我已經忘記了 那他已經 平常那個 那個 那個四人座 坐上去之後 那個承載我重量之後 他已經整台陷下去了 太不太動了 所以我決定 我們要快台 摔一點 裝一點的車 那左思右想 有什麼車 比較適合我呢 除了要對應我這個 陽剛的肉體 摔些臉龐 還有一個 就是 守護家庭的這個力量 就是我們會需要比較大容量 因為我們家有大概六個人 對 所以我們大概要 如果要一次出遊 就要夠大台 所以這個總和情況下呢 安全很重要的情況下 我們就決定 來VOVO 做一個試乘 其實我還沒有開過VOVO的車 所以 感覺 就是往上評價 都是 非常非常的 安全 對 他的 板筋啊 他的那個 車架啊 都是非常非常堅硬的 就是跟我肌肉一樣 欸阿VOVO 今天 今天不小心試乘的時候 不小心 A到我們嗎 你又在這邊賣車啊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新的業務 樂口王 又要買車 那今天來到VOVO等場 那今天帶領我們試乘的就是 守護家庭大哥 那我們今天 就是 就是 詳細的這些 車體的介紹 配備啊 我們也會 來請他 幫我們一座介紹 對 好 我們的七人座的話 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 他是一二三排的 都可以做成年人的 像我183公分 喔 我做第三排 兩個人坐在第三排 我們也不會碰到 就算是你 所以就是 兩個我也沒關係 兩個你也沒關係 對 然後腿部的部分 也都還有空間 因為主要的話 是第二排 我們其實是可以前後移動 好比說我們像現在 先調整到 你的坐姿 喔 然後這邊有腿部延伸 可以去做 調整 喔 所以你可以把兩隻腿 伸直 他的支撐性都非常非常 那假如像家裡有很多 駕駛會開車 最簡單 老爸設定一 你設定二 體力設定三 三組記憶的話 都可以記你們的坐姿 跟後視鏡角度 喔 那我們可以來 第二排再做一下 那第二排的話 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叫 四區的恆溫空口 所以其實在B柱這邊 有冷氣出風口 喔 在中間也有冷氣出風口 所以他在後座 可以設定自己想要的溫度 我們兩個是沒有碰在一起的 欸對欸真的欸 對 以往我想說 後座 那個第三排蓋子 沒錯 先上去後背 對 那即便我們這個 前面這個椅子 其實你看 我183公分 他其實也大概還有一個 拳頭多的距離 對 那這個其實 他可以螃蟹一些些 是沒有問題 嗯 角度都是可以做調整 那上面這兩個的話 比較特色 比較特別一點 這兩個的話 你猜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現在要 對 猜對這台車送給你 哇 你看尾滴猜不到啊 這該不會是 這顧慮空氣了嗎 呃 不是 不是 哇這幹嘛 好我趕快講飯 你等一下我這台車開頭怎麼辦 這個的話 是一個麥克風的功能 麥克風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前桌的車頂 是不是有兩個 一模一樣的 對 那這個話就是說 當我們如果 車上有連接電話的時候 那是不是一般 我們都是前座的人 在跟對方講話 對 那後座其實 喔 用喊的其實是聽不到 那它等於在這邊有麥克風的話 它可以接 直接做收音的動作 所以其實全車都可以跟 對方去做對談 嗯 對啊這個其實都是一些 小細節的地方 嗯 對 絕 administered 其實有幫助 對 我很 Prietin 那像這種村型的話 其實普遍出有很多機會都是只有做五個人 那做五個人的話 其實他有第三排可以做打型的動作 那其實是非常方便跟迅速的 這樣就打型了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空間的話 基本上要在什麼樣大型的東西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你已經說了 睡在裡面的話 應該不是這個形式 睡在裡面的話 我再展示一下 你真的可以睡在裡面的樣子 我真的可以睡在裡面嗎 躺上去看看 哇 看到星星嗎 還沒 還沒 我看到我自己 你去比賽會場不用躺地上 欸真的 躺車上就好 小吳大哥 我們今天要試乘哪一台 我們要試的是XC90的B5 Plus的主車型 那我那個出發前 我先問一下 原本有人在試乘的時候 不小心是有什麼意外 就是A到啊 或是幹嘛的 其實非常非常少啦 因為其實我們只要遵守交通規則 其實也蠻少遇到什麼狀況的 我怕我等一下開完就要開始 來這邊當業務 沒關係 我們都有保車子的呈顯 OK 所以要是沒有問題 對 那我就安心了 對 好吧 那我們就開始了 對 好 我們來 右轉 右轉 對 往右轉 這樣就發動車子 完全沒有聲音的發動 很安靜欸 很安靜 對 它這個顯示紅紅的是沒有戴 沒有系安全帶 沒有系安全帶 對 沒錯 那我們這個入檔的話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這個現在就 我們叫電子線傳排行板 那像以前的P檔是推到最前面 對 然後再來是RNV 對 現在這個的話P檔是用按的 然後它的檔位顯示是在儀表的右方 所以我們只要煞車踩住 然後這個排行板勾到底 這樣就弄一檔 然後要倒車的時候是往前推 推到底 就會直接入倒車檔 那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呢 就是在於說 我們這個VOVO的車子全車系 都是配我們叫健康車室 對 那我們可以稍微聞一下車上這個味道 其實幾乎是沒有什麼新車的味道 你看像前面是高速公路 沒錯 我們都不會聞到外面的廢氣的味道 對 因為我們的空調 一般人都會切車內循環 車內循環的話 自然不會聞到外面的味道 會就是會很溫啊 然後就是 會那種 就是想睡覺那樣看 標準的 因為會想睡覺就代表 我們車內含氧量低 熱氧化碳濃度高 所以開車會昏昏欲睡 但是VOVO的過濾方式是 就是油外盒內的過濾 當我們呼吸到這個空氣 都是經過醫療級的空氣吸引器 哇 就過濾的空氣 它可以隔絕99.9%的P2.5% 所以其實我們在車內的話 其實是不會聞到外面廢氣的味道 就是乾淨的空氣 沒錯 過濾過後的空氣 對 這個人家說 車外在北京 車內在北歐 都是講VOVO的 那如果車內放屁什麼 放屁它會幫你全部都過濾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 很適合我 非常厲害 哈哈哈哈 這種叫電子式手下車 你只要入檔之後油門踩下去 手下車就會自己釋放掉 所以開這台車的話 是永遠都不會忘記放重它 OK 所以我們這樣放了它它不會動 它不會動 所以我要踩 那我會踩它會噴出去怎麼辦 不會不會 你輕輕點一下 車子就出去了 那我第一次開這麼大的一台車 但是其實 你坐在車上 也不會覺得你好像在開一台4米9的大廠 而且我 好扯喔 就是它怎麼那麼安靜啊 對 這個 車型的話 我們60車系跟90車系 它的 側邊的玻璃都是用 雙層門隔音玻璃 而且它 這個也是Google地圖嗎 對 Google地圖 它直接在前面 Google地圖的話 它會有 在 正中央會顯示 飲料板會顯示 那如果我們有設定目的地的話 在 玻璃上面的 台頭顯示器也會顯示 嗯 那是它自己內建的 那是內建的 那如果說自己有手機呢 手機的話 像iPhone手機 它也可以接Apple CarPlay的功能 OK 一樣都是可以做使用的 所以就是 它的連接不管是 音樂啊 或什麼都是可以 對 嗯 真的好安靜喔 哇 然後這邊 然後前面馬路這邊 左轉 這邊再來貨車 來試看環景停個車看看 那那個A是 A的話 我們叫自動的鎖定 英文叫Auto Hold OK 所以像剛剛在等紅燈的時候 腳是可以 對 它就停住 對 腳是可以離開剎的大板 嗯 在塞車的時候其實特別好用 非常輕鬆 不用腳一直踩著 對 它會之後幫你殺著 我剛剛一開始 但我剛剛一開始就是 有點不思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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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發動要踩永遠 它才過去 對對對 沒錯 啊 看你這樣子 喔 喔 喔 聽 聽 聽 旁邊這一個 你說旁 我半個停巴伊 哇 哇 太厲害了吧 我試試看這個就好了 對 成功了 挺好車 欸 但是它 停車停完之後 那個後搖的感覺 那是什麼樣 嗯 就是因為像 現在停這個地 比較沒有那麼的平 嗯 對 所以它會有一些 就是間隙這樣 沒有那麼正常 這個網路是 車子本身自己 一打開就有 對 是自己還是要去 申請 因為它是電信 它是網路 門號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贈送四年 連配吃到飽的流量 喔 真的假的 對 所以其實 這四年的話 其實因為它 它可以登入 我們的Google帳號 嗯 對 登入Google帳號之後啊 嗯 像我們如果在手機上面 有去搜尋過什麼目的地 它就只會在 車廠這邊 顯示出來 喔 對 然後 如果我們有使用一些 像Spotify啊 KBus啊 或YouTube Music 只要你有付費的話 其實你把 這些程式 從Play商店裡面 下載下來 那等於 在車上也可以 直接去做播放 這個真的是超口味 它只差它不能玩遊戲 對 不像看到這個 它這邊有一個露營 這個 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 360度環景的快播鍵 快播鍵 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是 在小巷子的時候 要開車 或者是我們需要路邊停車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按這個 小小攝影機 按這個快播鍵把環景的 這個影像叫出來 那或者是我們假如今天 車子開進巷子裡面 摩托車停了兩拍 欸我不曉得 這個車子到底能不能過 那我們只要點前方這一個 哇 前方這兩條黃線呢 是代表我們 車子的寬度 嗯 對 而且你可以轉一下方向盤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黃線會跟著你的方向盤 哇 所以我們轉了它就是 要預測後面的路線這樣子 對 所以當摩托車 在你的兩條黃線外面的時候 你的車就可以很放心的開過去 不會發生碰撞 極限操作 對 相反的 如果你的黃線有頂到車子的話 那就代表你這樣開過去 會發生碰撞 開我家那台車 然後要回轉 然後我前面是 一台 很大台的游覽車 他停在路邊休息 然後一個轉彎 然後我就 沒有抓好車距離 然後我就 我就撞到他了 我就尻到他 那尻到他 那尻到他我想說 碰到一點點而已 我再轉過去就好了 結果他 撞得更大 你這樣 然後他那個裡面 這個司機在睡覺 他就醒來 他就嚇到了 我說欸 你怎麼可以這樣開車啊 然後我 因為我那時候穿掉吧 然後我下來 然後他就腿後 然後我學了一個 一個好笑 而且比以往看 大家還是看在屁股 然後那邊瞧瞧瞧 對 其實我們如果看後視鏡停車的話 一般都會停得有點歪 嗯 對 那像這種已經是最直的停車格的話 其實停都沒什麼問題 嗯 最怕遇到那種斜的停車格 停斜的那種停車格的話 你有時候看後視鏡不管怎麼瞧都很容易停歪 對 但是如果你看這個360度光景的話 其實可以停得又直又正 哇 真的欸 好厲害喔這個 那其實如果原本您都是坐轎車的話 對 剛坐到修理車的時候 其實只要坐姿能夠適應 嗯 那其實以後大概就回不去轎車了 哦 對 對 因為這個坐姿的話其實會比較舒適 對 因為你身體的重量不會像轎車一樣 集中在我們的腰椎、尾椎這裡 哦 身體的重量會平均分攤在大腿這個地方 好難過啊欸 對 你的大腿會靠著這個坐墊 我常常坐轎車的時候會覺得 我理他好酸 對 因為你坐轎車你可能就是 呃 底盤會比較低嘛 那你的腿會抬比較高 那變成說身體的重量會集中在腰椎跟尾椎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話就不利於久坐 會腰伸背痛 那休旅車的部分的話其實 坐姿高的話 他的身體的重量會平均分攤到大腿這個地方 這個真的是 最讓我覺得奇特就是真的是太安靜了 那你們試駕是都是在這邊試駕的嗎 我們試駕的話 一般其實是走裡面那個冰江街那裡 嗯 對一般道路 哦 那只是說 你怕他把車撞壞掉 哈哈哈哈 因為一般道路其實 路況比較複雜 然後 左右都會有車亂串這樣 嗯 我發現他前面有那個 就是 就是 對 他有那個線速是 這一區的線速嗎 還是什麼 線速的部分 他是在我們 檔風波里正上方有鏡頭 他會去拍這個路段的速線出來 很強欸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開車可能會忘記 欸我這個路段速線多少 哇 其實你只要看玻璃上面 它就會多 這個太貼線啊 通常都會有 就是顯示你的車速 對 但是那個 速線 比較少見 對 如果說我們有設定導航的目的地的話 還會在上面要顯示那個 我們的路名啊 那或者是 要左轉右轉的資訊也會直接顯示在 我們開頭顯示器上 哇那這真的是 那剛剛我們試乘完齁 其實還有一個蠻特別的功能 再跟 說明一下 那其實像我們現在 都會幫車主綁一個 綁定一個叫車主的APP 那這個APP的話 主要的話 有三個 大象的功能 第一個的話 它是可以幫 我們的車主做遠端的 解鎖或上鎖的動作 如果今天我們的家人朋友 要去我們車上拿東西 那我們等於在手機上面 就可以幫他去做開門 它沒有分距離 對 它沒有分距離 它只要是 訊號收得到的地方 它都可以幫車主做開鎖跟承鎖的工作 那第二個的話 是 我覺得算最貼心的設計 就是說它可以幫我們做遠端的啟動 空調的部分 哇 那夏天也非常有用 對 像夏天如果我們車子停在戶外一段時間 車上溫度其實都非常非常高 然後可能大概在五分鐘之後 我就要上車 在手機上面先幫我們車子發動空調 那等於讓我們的冷氣在車上先做運作 運作完之後我們再上車其實 車子的溫度都會非常非常的舒適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我們可以定位 車子的所在地 對 所以如果說車子可能被家人開出去了 那我可以知道 那家人現在把車子把它開到哪裡去 都可以用定位的方式去瞭解車子的目前所在的位置 嗯 那基本上就是一整個 就是體驗VOLVO的試乘有乘 其實 坐上去啊 然後從開出去然後開回來 我覺得最 讓我覺得厲害的 就是它真的是 再加上你看它的那個音響 所以我在裡面停滅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爽很享受 我剛才真的差一點就睡著了 對啊它是大顆啊 那我在開的時候我覺得還是算真的是 就是還蠻心俏的 不會有那種 嗯 好像很難動的那種感覺 這也是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那也不用說了 它就是安全 然後外觀上 就是 比較陽剛才比較大 又符合健美選手 你知道嗎 適合我這種 傳統健美的選手 那種小車的話就適合進體選手 那樣 感謝今天那個 小豬大哥 就是帶我這個一整個 我車款的體驗非常棒 對啊 那基本上就是它了 我終於可以換新車 30年的車了 終於可以換了 對啊 那接下來就 就是要什麼樣的手續 應該很麻煩 大哥 好 那今天的試騎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欸這是我第一次拍這種 欸其實也不會 其實還是跟健身有關 因為我要找一個 健身的人 壯漢的人 要開什麼車 我想 就是過口 OK 那希望你的影片呢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樂口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